主持人溜溜今年担任第60届金马奖主持 典礼完美落幕后 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观众们对于他的表现也一面倒地给予好评 节目收视成绩也十分亮眼 实力备受肯定 此外他与吴宗宪、陈汉典 共同主持节目 综艺大热门也获得了第58届金钟奖的节目主持人奖 日前溜溜晒出了手捧金钟奖杯的照片 只见他戴着白色手套将奖杯捧起 做出逗趣的表情 并在文中写道 刚出炉的奖杯握在手中 还是觉得满满酥麻感啊 有趣的是他晒出影片 公开了将奖杯摆到柜子上的过程 没想到影片的一开始却差点跌倒 让他尴尬地笑出来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达恭喜 综艺大热门的社群小编 也留言透露 Lulu凌晨三点才结束录影 不可能开心到现在吧 不忘提醒对方要多休息